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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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木就坦诚 在成名前 他也和其他小咖女星一样 必须遵从业界的潜规则 才能获得角色 孟木在日记中说 对 我跟着偏人上床 大家都那样 你不照做 门外就有另一个女孩等着 还有一句 我不记得多少次蹲下 拉开他们的拉链 好莱坞的各种性臭闻 也不时被媒体 联邦调查部门和私人侦探劫发 业内人士说 好莱坞的潜规则通常都有一个很合法的外衣 微信交易的双方 提供合法安全的保障 那些未出名而上床的女孩 要么得到机会 要么得到钱财 就是嫖资 但性臭闻一旦曝光 就会是像哈维文斯坦一样 接连不断的官司 巨额的赔偿和身份形象的贬损 正因为有 司法体系的约束和新闻舆论的监督 所以好莱坞大咖如果有余色欲望 通常是通过经纪人介绍 在好莱坞 就专门有一些经营险规则的经纪人 让年轻的女孩 刚能够在一些B级片中 抛头露面的青年演员 认识那些有权势的大制片人 大投资人等 双方通过经纪人达成契约 这个契约为双方都提供各自的需要 不会失效违约 在这种交易中 被钱规则一方叫糖宝 sugar baby 钱规则那一方叫糖爹 sugar daddy 糖宝和糖爹为了各自能有保障 同样也希望能有一个底靠谱 又低调的经纪人在中间牵线和撮合 经纪人也保证双方的各自利益 糖宝一方有什么需求 出演什么角色 当什么样的模特 或要什么报酬 都由经纪人提出 那些有钱有势的糖爹觉得条件可以 就成交 不行则拉倒 这样 好莱坞的钱规 则就成了有需有保障的钱规则 好莱坞钱规则 明制作报信丑闻 这些A咖女星都跟她合作过知名电影制作人温斯坦 被爆数十年来性骚扰众多女星后 不少过去曾和温斯坦合作的好莱坞女星 顿时成这次奉波注重所瞩目的对象 据BESOL网站报道 与温斯坦合作过的的好莱坞女星多不胜数 除了公开揭入温斯坦不堪过去的爱希莉贾德 之外 还有不少赫赫有名的女演员 包括格尼斯派特洛 Guy Nath Paltrow 珍妮佛劳伦斯 Jennifer Lawrence 和杰西卡艾巴 Jessica Apple 都曾和温斯坦有过合作关系 据悉 曾在电影《杀翁琴》时 Shakespeare in Love 饰演女主角的格尼斯派特洛 和温斯坦有过很密切的合作 两人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回电影《音错阳差》 The Paul Barrow 和爱玛姑娘要出嫁 Emor 格尼斯派特洛 后来和温斯坦在电影《杀翁琴》时的联手 更让他们在1999年分别赢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和最佳影片奖 格尼斯派特洛并非是唯一 和温斯坦合作过的好莱坞女星 年仅27岁的珍妮佛 劳伦斯过去曾在温斯坦制作的电影 派特的幸福剧本《Silver Linings Playbook》中半年女主角 而曾多次被各杂志选为最美丽女子 之一的杰西卡·艾巴 也曾在动作片《万恶之长》 ZinCity中和温斯坦携手合作 Eso网站透露 其他和温斯坦合作过的好莱坞女星 还包括朱利亚罗伯兹 朱利亚罗伯兹 艾美亚当斯 艾美亚当斯 泰瑞西亚艾奎特 Patricia Akiat 由于上述这些女星 都是相当有分量的演员 因此他们和温斯坦的关系 在温斯坦惊爆性丑闻后 变得格外引人住 木